慈济国际人员会利用回收来的宝特瓶做成毛毯 不但化腐朽为神奇 毛毯也用在国际震灾提供需要的人 由于制作毛毯需要干净的宝特瓶 因此为了护持这样有意义的好事情 台南市各个环保站开始推广回收升级 当然环保之工也更加的用心 还开辟了宝特瓶清洁专区 专门分类透明无色的塑胶瓶 并且清洗干净 每一位环保志工已经慢慢适应这样新的分类方式 大家一起为环保升级而努力 每一句话牢牢记住压扁的宝特瓶 瓶盖外包装都要先清除干净 回收处理宝特瓶有新的方法与概念 只要有一点点颜色 你不可以分辨的味就是打开看 保留透明无色的瓶身比平常分类的确需要增加几道步骤 不过来来来 婆婆妈妈环保志工大家微微做 人手一把剪刀 不嫌麻烦试着慢慢练习上手 因为他们知道事先处理过挑选过干净的宝特瓶 将能重新制作成为最实用的毛毯温暖人心 把它做得很好 然后我们制成毛毯就可以拿去国际增灾啊 很多事情都是 起先做都推动有一些困难嘛 那到最后就会很顺利很OK的啦 推广环保升级再创价值 满满一楼一楼干净的宝特瓶 都是延续雾命助人的爱心 大爱新闻蔡有亮 潘玉珍 谈谈报道